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加州河滨县卫生官员宣布 本月早些时候一名不满一周岁的婴儿 在当地医院因为呼吸困难不幸夭折 检测结果显示其感染了呼吸道荷包病毒RSV 卫生官员敦促那些在去年9月至今年1月 兼怀孕32至36周的孕妇接种一剂母体RSV疫苗 如果母亲在怀孕期间没有接种 卫生官员也建议8个月以下的儿童接种 尤其是那些出生在或即将迎来其首个RSV季节的儿童 当前全国范围内包括RSV流干和新冠等 呼吸道疾病的病例数量都有所上升 河滨县卫生部门也建议所有6个月及以上年龄的人群 都应该接种流干疫苗 一项于本周生效的法令规定 禁止人们在拉斯维加斯大道步行天桥上站立或停留 围着可能面临最高6个月监禁或1000美元罚款 这项法规禁止人们在堵城大道步行天桥上停下 驻足或进行导致另一个人停下的活动 这还包括连接的楼梯电梯和扶梯周围的20英尺范围内 这项禁令不包括等待使用电梯楼梯或扶梯的人站立或停留 该线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该法令并非指在针对街头表演者或停下来拍照的人 而是通过确保天桥上行人流量的持续流动来增加公共安全 反对者表示该禁令违反了有第一修正案保护的权利 内华达州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表示 这可能侵犯到了一些如街头表演艺人的权利 韩国是全球最受欢迎的医疗旅游目的地之一 过去十年吸引各国游客前来接受医疗服务 这一类富含游客大多来自中国和美国 韩联社昨天引述警方报导 一名中国女性在韩国首都首尔江南区的一间整形诊所 接受三次抽职手术后本月稍早身亡 中国大使馆今日对中国民众发布注意事项 指出近年来不少外国人到韩国进行美容整形 有些人因此卷入医疗纠纷 手术失败甚至闹出人命的情况也是有发生 中国大使馆还示警 如术后外观有较大的变化或上处术后恢复阶段 出境回国时应携带好手术证明资料 以免影响办理登机或后续出入境的手续 一批因为司法诉讼而公开的Meta公司内部文件显示 该公司估计每天有10万名儿童使用Facebook或Instagram 时收到性骚扰讯息 新墨西哥州检察总长托雷斯曾指 Meta成为成年人狩猎儿童的市场 期办公司上月5日就此事向Meta提出诉讼 令Meta公开内部文件 Meta发声明表示 公司希望青少年能够获得安全适合年龄的线上体验 已经聘请了致力于保护年轻人安全和在线支持的人员 并采取措施防止青少年遭受不必要的接触 特别是来自成年人的骚扰 更多的详细的报道 请你提供收看即将播出的话语电视晚景新闻